我们继续揭露几个江湖骗局 这个时代处处都是骗 商人也是骗 全都是骗 我们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以前的经商 历史上就不用讲了 近代 老毛 那个时候从今 从来也就没有 那油主要被发现 你自己偷鸡刀把 什么各种罪 判断还很重 到哪儿都被人看不起 那时的时候会缝起 精神面膜上 是相当好 一个东西 他成本多少钱 你买了 又多少钱 我之前在 曾志强老师公司工作 销售他的光盘呢 被我知道的 有一个 都倒了九手 你倒这么多 还愿意倒 你可想 他利润有多高 都是商人搞出来的 那商人 商人 总是 商商人 以前 石能工商 他排在最后 现在我们鼓吹经济 人心变质了 买得永远没有卖得精 干脆就不叫买卖了 叫生意 平工生出来的东西 张嘴 一口价 你想要多少 要多少 你再怎么 宏观调控 这比西方还强 他们完全自由主义 也是控制不过来 最终就看这个人心 怎么去用 那除非政令很严格的时候 除非 人心都比较善的时候 知足的时候 比如说以前那么苦 尚且这种人很少 现在到处都是 我们之前 还有 抢 还有偷 现在科学 科技 到处都是摄像头 你去哪都要身份证 跑得了吗 怎么办 钱也都在 手机里面 全是数字 哪有什么钱 那就出现各种的骗 利用你的人心 所谓的高级犯罪 你的欲望 他们 那导致 主动 心甘情愿的 就把钱上交了 甚至还有个替别人输钱 被人卖了 我们之前 说有一次 在路边 他这个瓜子 那你猜 有几个 那你亲眼看到 他手再快 没你眼快 那就那么几个 而且他有意的 把手放得比较慢 实际上 那个管啊 里边有细点石 他想让他 变成几个就变几个 一按开关 他就 没有了 反正就在一个两个之间给你做文章 那还有就是 摇 打那个弹珠 他手里都有线 脚下都能踩 你都不注意 不发录 表里有 担, 。